民国最美女匪首 妓女出身作恶多端 二十四岁被出自百姓竟争相送行 有这样一个女土匪 她深日坎坷其凉 十六岁被卖到烟花之地 二十岁当上匪首 张学良曾对其一见倾心 最后被枪决毙命 落得个香香玉蕴蕴的下场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东北女匪张素珍 民国时期战乱别奇 流民聚众抢占山头 落草围扣者众多 东北更是不折不扣的土匪窝 一九零一年 张素珍出生于辽宁辽阳 穷苦家庭出身 母亲在她小时候便去世了 从此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 十六岁时 她与一位同乡青年坠入爱河 两人确定心意后 便双双离家私奔 当两个人来到长春时 这个男人却把她迈进了青楼 此时的张素珍开始了 更为悲惨的生活 在被强迫成为妓女后 她便彻底死了心 很快凭借美貌担任头拍 成为了妓院的姚前树 就连当地名大龙的匪首王福堂 也对她一见倾心 两人相处过后情投意合 感叹相见恨晚 王福堂不忍看张素珍沦落封尘 于是送给她两把崭新的伯克枪 作为定情信物 并准备花费重金为张素珍赎身 不久王福堂找到老宝 严命要替张素珍赎身一事 奈何老宝舍不得放走这棵摇钱树 始终不肯答应 后来张素珍便心生一计 于是让王福堂带领手下 绑架了老宝唯一的儿子 因此张素珍成功恢复自由身 之后顺理成章当上了压榨夫人 她天生胆大行格破了 没有一点传统女人的娇弱 很快就学会了骑马和射击 跟着王福堂四处烧杀抢掠 还练出了一首出神入化 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可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王福堂手下有一支 叫做仁义军的土匪队伍 专门打架结社 杀人越火 根本没有一点仁义可言 1923年 阴历8月25日 大龙率领手下攻打长春县几家大院 企图砸毁几家大院的红瑶 几家四角都有炮楼 雇佣炮手若干 且都是管直的神枪手 又有德惠保安大队为后盾 因此炮楼上高调红旗 这便是红瑶 主家在高处插一干红旗 明日告诉有杂药意图的胡子 高枪大院内 有兵有枪有势力 胡子忌惮红瑶 但偏偏又喜欢砸红瑶 原因无外乎一点 那就是油水大 砸上这一票 就算半年不开张 也能够好吃好喝舒坦舒坦 为了干成这一票 他早就暗中插签 重金收买了瑶内的火器 有恶胡子也管直交内盘 此时的大龙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曲便是赶着送命有去无回 大龙买通的人没有帮他 反而给主家告了命 几家大院便足足安插了两杯人马 负责看家护院的伙计连发快枪 炮手们更是毫不吝啬 接连发射土炮 大龙在几家家定和保安队的夹击下 负重商逃一命呜呼 保安队将其头颅割下 连带着背负的二十几个胡子为之陪葬 这场战斗 光是弹壳就装满了好几箱子 土匪元气大伤 但几家大院仅仅损失了三个人 土匪一时群龙无首 于是推选张素珍为仁义军的首领 称号脱龙 刚当上匪首的张素珍年仅二十岁 正是心高气傲的时候 何况丈夫被杀 张素珍哪里会善罢甘休 此时他的心里想的只是报仇 一年以后 张素珍率领手下几十号土匪 再次朝季家大院发动了进攻 肆无忌惮地冲进了毫无防备的季家 他们见人就杀 见东西就强 季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全遭灭门 这个时候的张素珍完全杀红了眼 还把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洗劫一空 在这个过程中又增填了几十条人命 成了附近老百姓口中的火炎王 后来张素珍的队伍不断壮大 为了在乱世之中安慎立命 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 专抢富人的钱财 穷人的财物根本不碰 因为他自己就是穷苦人出身 知道穷人只能靠重你为生 日子艰难得很 便不对他们下手 他的队伍逐渐扩大到两千余人 张素珍虽然是个屠夫 可他十分胆大包天 经常率领队伍去打劫正规军 抢他们的粮食和军户 扩大自己的突匪队伍 因此他遭到了张作霖 以及民兵团的联合围剿 1925年张作霖派前两万人马 要求部下李渡捉拿张素珍 张素珍带领的这帮屠夫 只能算作一帮酒囊饭袋 平时也就是在老百姓头上 作为做服务 在正规部队的炮轰下一触击溃 因寡不敌众 他的队伍被打散 不得以他下令让部下化整为领 分散撤离 张素珍再次逃亡 走投无路的他只能重操旧业 再入昌门 化名海棠春 几番周折后 李渡的部下终于打探到张素珍的踪迹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找来一个绰号叫老白龙路连好汉 这人曾经也当过胡子 现在是张作霖的部下 让他打扮成阔城区包剂 指名要海棠春做陪 等老白龙让外面的士兵将张素珍押走后 他打开皮箱 看见里面装了两把手枪 都已经上好了糖 顿事后怕不已 张素珍被抓后 李渡接到了两份电报 一份是张学良发来的 要求接往沈阳 另一份是吴俊生发来的 要求接往八面城 李渡范思来想去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怎么交差 到底要把张素珍送到哪里 最终李渡想了个好主意 他决定直接就地正法张素珍 于是他先给张素珍拍了两张照片 接着分别给他们寄了过去 据坊间口口相传 张少帅听问陀龙冒昧 希望保全他的性命 那如自家享用 结果未能达成心愿 仅得到几张照片 至于真假无从考证 1925年1月19日 25岁的女土匪张素珍 在长春被枪决 行刑那天轰动了整个长春城 许多老百姓分之踏来 观看这位传说中 十分漂亮的女土匪 当时的张素珍穿着一条长眠裙 五花大棒 即将被枪决的张素珍 雀眠不改色 据说打扮得漂亮一点在上路 是他对李渡提出的唯一心愿 张素珍的人生 从贫家小女到土匪头目 从妓院开始转折 又从妓院走向落幕 在那个乱世之中 安身立命就是顶要紧的事 但无论何事何地 都要把良心放在首位 虽然张素珍命运悲惨 但是作为一个女土匪 她是要杀蒋瑞 祸害苍生 实在伤天害理最不容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